备战年底选举,民进党中常会今天邀请屏东县长孟安报告政绩,屏东县长潘孟安亦安居大社区。 全人笼罩库为提报告,报告结束后,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说, 潘孟安虽然是单身汉,但很会照顾人。 他笑说,潘孟安建构照顾老人的体系,让屏东的长辈从过去吃冰浪嘴巴红红,到现在出门嘴巴涂口红,还会跳舞。 我真的要现身说法跟大家说,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。 潘孟安说,他刚上任时,有人骂他为什么屏东没发放声誉津贴, 但他认为难道年轻人会为了领声誉津贴而生一个小孩吗? 重点应该是降低声誉负担,辅导二度就业妇女,提升签约保姆数量。 民进党中常会下午邀请屏东县长潘孟安、左,报告政绩,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, 又,说,潘孟安虽然是单身汉,但很会照顾人。 记者陈百亨摄影,分享。 民进党中常会下午邀请屏东县长潘孟安、左,报告政绩,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, 中,致辞说,潘孟安虽然是单身汉,但很会照顾人。 蔡英文将到一半,受邀的屏东县高树香快乐妈妈妇女协会总干事黄明菊, 又,突然插话,潘孟安赶紧是一胎让总统讲完,逗得蔡英文哈哈大笑。 记者陈百亨摄影,分享。 民进党中常会下午邀请屏东县长潘孟安报告政绩, 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,图,说,潘孟安虽然是单身汉,但很会照顾人。 记者陈百亨摄影,分享。 民进党中常会下午邀请屏东县长潘孟安, 作二,报告政绩,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, 中,致辞说,潘孟安虽然是单身汉,但很会照顾人, 会后屏东县长潘孟安送上屏东办手礼。 记者陈百亨摄影,分享。